大家好,咱们这次新冠,就是咱们这次整个放开之后有很多人可能家家都有羊的,家家也都有没有就是说感觉的,有很多人说呀我就没有什么感觉,那我就没有羊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没有测,可能测了之后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也有很多朋友说,还有呢有一天有一个家长带着他的宝宝来问诊,他的宝宝也挺大,其实是上小学 他就跟我说,这个他跟孩子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羊呢反而好,为什么就等于你是考试,你已经打过你的考卷了,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考卷没有发给你,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考的内容,他说这个经历了这个羊之后才觉得还其实没什么,就是这个感冒,我说确实是有很多人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感冒,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出现重症所以比较紧张,那么也有些人呢在这次新冠当中可能就得了心肌炎 或者是也有很多人在这次放开之后得了心肝或者是有伤寒或者是有感冒或者是基础病,这叫一人四种病都摊上了,那么这种人有可能就离开了人世,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或者是负面呢都集中在放开之后怎么怎么,我们自己就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因为在电视上我可能大家如果关注的话,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国家相关的部门都在权威性的人员啊都在给予我们很好的指导 那么也有一些负面的把专家称作砖头的砖,然后把教授称作野兽的兽,我觉得这就是说不太合适 那么我们还是要尊重科学,也要尊重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正确指导的真正的专家教授来帮助我们 那么我们在为什么强调老年人要接种疫苗,因为老年人呢基本上就是处于失能或者半失能状态 还有呢器官呢都处于衰竭的状态,有时候呢在整个缺氧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很难发现 所以说及早的去接种疫苗能够提升我们机体对新冠的这种抵抗力 同时呢还能够对于一些慢病患者来说,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他在得了新冠之后,你在用药呀或者在精神状态不佳的情况下 可能基础病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置 那么新冠呢又可能又加重了我们基础病的发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求我们的老年朋友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 还是要积极去接种疫苗 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也为了您能够快乐长寿 还是要积极的接种疫苗 好,谢谢大家